他主要是指的是他指出来 六章十节 OK好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这个经文 我们有点概念 OK so the king of Israel check on the place OK 他就去 因为神人已经给这个以色列王 有通知 有告诉他 哎您要在哪里安营扎扎要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他就check on the place 特别去去查验 OK这些他所说的 这些地方the place 这个地方是indicated by the man of God 是由神人所告诉他所指出来 所以indicate这个字指的是他指出来 他所强调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叫indicate OK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开会 OK 你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你到底说的是什么东西 Please indicate your points to me 这个叫indicate是什么 Please indicate your points to me 你麻烦你把你的观点 把你的重点 你要讲的points 你都指明给我 你老在那都我听不懂你的意思叫indicate OK 那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请一个人 请个专家给我们这个企业把把卖 咱们这企业为什么不赚钱呢 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呢 专家来了 专家indicate 专家就指明出来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哎呀就是你们这个浪费公堂 你们的行政费用太高 然后你们这个赚钱又不努力赚钱 或者是销售管道有问题 他指出十个问题 那这个就是indicate 他指明了出来 明明 白白的把你的问题指出来 叫indicate indicate 这个字是非常好用的 OK 这个字非常好用 indicate please indicate your points to me OK 他比如说 he indicates the importance of of 比如说 financial help to our business 所以他特别指明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help 金融上财务上的帮忙 对于的重要性 对我们企业的重要性 有多么重要 他特别指明出来 indicate 特别强调 特别指明出来 这个都是专家的口吻 都是我们一般说话的这个过程里面 有的人会用 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在口语里面 用indicate 我父亲指出了 我学习上 比如说我老师指出了 我学习上的大问题 这个就是indicate 用indicate这个问题 老师指出了 我学习上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学习的时候不认真 我学习的时候偷懒 我学习的时候怎么样 怎么样 indicate 他指出我这个问题 他一看 这个医生一看 这个病人指出 这个病人的所在的问题 他就是营养没有达标嘛 营养的问题 the doctor indicates the importance of nutrition 你的问题就是你的营养不够 你把营养给我跟上 这个病可能就没有 就好了 就没事了 indicate 指出来 指明 好 有没有问题 老师 这个就是很有立场的那种 非常非常非常 绝对不是大妈大爷 胡说八道的那种 绝对不是 这一定是专家的口 口吻 老师指明你的学习态度的问题 父母指出你什么什么问题 父母指出 哎呀 少装不努力 老大涂上杯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也是在indicate 给你指明出来这个问题 right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你们的词汇量 随着你们词汇量的增加 你们现在看圣经的经文 应该越看越懂 理解的程度就一直在提高之中 我知道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很久以前 我们刚刚开始读四福音 或什么的时候 读创世纪的时候 那时候你可能很痛苦 哇 怎么这么多生词 但现在会忽然发觉 没那么多生词 是不是没有那么多生词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问题了 没有了 对 六章九节 好 六章九节 来 怎么样 对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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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